欢迎收看老明的频道 我们能不能建造一个人间天堂 有高大宏伟的建筑 整齐化一的街道 城里分成居住区 商业区 工业区和娱乐区 生活 购物 工作 休闲 互不打扰 大家都能享受人间天堂带来的幸福生活 自古以来 无数人都想建立一座完美的城市 比如说古罗马时期的皇帝尼路 他就想把罗马建成天堂 他不但这么想了 也这么去做了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第一罗马帝国的元首尼路是这么想的 第三帝国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 也是这么想的 希特勒也曾经花费过大量的时间 在办公室里摆弄他的城市沙盘 即使苏军进攻柏林的时候 他都让手下把沙盘带到了他的地堡里 直到他死前 他都梦想着建立一个可以流传万事的柏林 一座完美的城市 为什么从古至今 总有人梦想着建立一座人间天堂般的城市呢 天堂的标准是什么 为什么每次城市建设都会引发巨大的争议 有关人类追逐人间天堂的故事 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时间要回溯到公元64年7月17日 罗马城内突然燃起了熊熊大火 这场火有多大呢 距离罗马50公里的安提乌姆城都能看见这场大火 当时罗马皇帝尼璐正在那里度假 随行的人都看到罗马火光冲天 天边都被映红了 大火一连烧了六天七夜 罗马14个城区烧毁了10个 50万人无家可归 尼璐连忙赶回罗马赈灾 他做了两件关键的事 一是开放自己的宫殿 安置无家可归的人 二是从临近的城镇运粮振气灾民 这两件事被尼璐赢得了不少赞予 大灾之后 人们讨论如何重建罗马 24岁的年轻皇帝 突然产生了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 既然罗马已经被烧光了 为什么不在废墟之上 重新建立一座新罗马呢 一座人间从来没有的 能够完全体现设计与规划之美的 无比辉煌 无比庄严的城市 一座人间天堂 尼璐在元老院发表了演说 把自己对罗马的规划 讲给元老院的议员们听 议员们没有人提出反对 建立一座梦想之城 肯定是好事啊 可以把罗马凝固在时间之中 让后世子孙都了解罗马的伟大 没有人想到 罗马的悲剧从这一天就开始了 建立一座完美城市带给人们的痛苦 和烧毁了罗马的火灾 没什么两样 时间来到1905年 在法国与瑞士边界 有一座风景秀丽的小镇 拉少得丰 镇上有一位有钱人 想建一栋房子 有人就推荐一位笔名叫做 勒·科布西耶的年轻人 当设计师 当时科布西耶只有22岁 大学还没有毕业 很多人质疑他的能力 但事实证明 很多人质疑他的能力 科布西耶是一位建筑学的天才 他设计的度假小屋 法莱别墅 精巧别致 非常有趣 有着当地阿尔卑斯风格的陡峭屋顶 墙面上精心设计了彩色的几核图案 法莱别墅大获成功 成为拉少得丰重要的历史遗产 每年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参观 几年后 科布西耶又给他的父母设计了一栋房子 法语称为白宫 白色墙面的屋子干净夺目 中轴上有拱形的飘窗与大门 内部是敞开式的结构 空间一览无余 这在当时是开创型的设计 这栋房子已经体现了科布西耶的设计风格 尽量减少隔断 大量使用开放的空间 谁也想不到 这位别具一格的建筑师 居然是自学成才的 科布西耶以前是学画画的 他的建筑知识是在图书馆看书学习的 他到处参观博物馆 然后就自己绘制建筑草图 遇到不懂的问题 他就去请教真正的建筑师 所以他脑子里没有任何的条条框框 更多的关注的是美学上的 一种形式上的美感 1911年 科布西耶用五个月的时间走访了很多国家 看到了各国恢弘壮丽的古代建筑遗址 他画了80本建筑速写图 对他影响最大的城市 就是罗马 时间回到公元64年年底 罗马新城的建设工作热火朝天地开展着 成千上万吨的贵金属 大理石从帝国的各个行省运向罗马 罗马人发明了原始的混凝土工艺 极大的提高了工程的效率 在16平方公里的范围里 数百栋新型建筑拔地而起 尼璐成为史上最慷慨的艺术赞助人 无数的工匠为罗马建筑石像 镶嵌浮雕 绘制大型的壁画 这里面最夸张的是一尊青铜巨像 巨像将尼璐描绘为太阳神阿波罗的形象 这尊巨像高达30多米 仅比今天的自由女神像低级米 单单建筑这尊青铜像 就要用20到30吨的青铜 这些费用都是空钱的 要想建筑史上最伟大的城市 当然就要花史上最多的钱 但是很快罗马就没有财力 来实现尼璐的野心了 罗马的国库拿不出钱给建筑商 建财商 商人们也就拿不出钱给工人 就是干活的奴隶 也需要吃饱饭才能干活 没钱怎么可能建设人间天堂啊 无限美好的理想 和有限的社会财富之间产生了矛盾 怎么办 尼璐能够降低一些标准吗 不要建一个伟大的 万古流芳的罗马 建一个规模小一些的 差不多的罗马行不行呢 不行 这是由统治者自身的个性决定的 尼璐是一位浩大喜功的皇帝 他本身也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 对诗歌表演有着深厚的造诣 基于他个人的特点 他需要那种巨大 庄严 壮丽 实权实美的罗马来满足他的虚荣心和对艺术的追求 同时他也坚定地认为建筑天堂般的罗马有利于他的统治 怎样继续建筑罗马呢 首先就是征税 尼璐增加了各种各样的税收 包括土地税 继承税 贸易税 奴隶税 最特别的就是开征奢侈品税 那个时代的奢侈品主要是指豪华住宅 珠宝和艺术品 买卖这些都会以奢侈品的名义进行征税 然后就是出售特许经营权 比如像富豪出售公共设施的经营权 采矿权 甚至把税收征收权都出售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 他把村庄的税收权卖给了村霸 每年只向村霸收一个固定的税收书 剩下的钱都归村霸 收多收少就看村霸的本事了 这些占有了税收权的富豪与村霸 就会变着法子的向人民去收钱 帝国内部的矛盾开始激增 罗马人哭不堪言 但即便是增加了这么多税收 钱仍然不够用 怎么办 尼路就开始打劫寺庙和超富人的家 这已经变成了一种公然的掠夺 尼路的统治开始被罗马人视为暴政 时间来到1950年 勒科布西已经成为了想于世界的著名设计师 他的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比如位于法国普瓦西的萨夫伊别墅 位于日本东京的国立西洋美术馆 位于法国朗乡的圣母教堂 甚至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 也是以他为主设计的 但是科布西并不满足于单个建筑的设计 他想设计一座城市 科布西说 建筑是最高级的艺术 它达到了精神上的伟大 所以他想通过规划与设计 建立一座伟大的城市 一座人间天堂 科布西曾经为阿尔及利亚的首都阿尔及尔做过规划 这张图就是他规划的城市的一部分 称为公路城 高耸的高速公路穿过城市 公路的北部是巨大的碟形建筑群 可以容纳18万人居住 通过高架桥可以来到建筑群的核心 称为卡斯巴新商业区 这片建筑群不能光从侧面看 还要考虑从顶部看 从天空鸟看 下面是充满了现代主义感的神秘线条 科布西耶认为 这才是真正的美 它纠正了地面上的杂乱无序 体现了人类对几何学的追求 这将是城市的封碑 是一种伟大的精确 乐科布西耶还为巴黎做过设计 叫做巴黎中心邻里计划 在它规划中 这片区域可以居住300万人 它要彻底打破巴黎混乱无序的建筑特征 它要的是有组织的 平静的 有力的 通风的 有序的尸体 从图上可以看出来 所有街道都必须是直角的 一点弯都不能有 科布西耶做过好几个城市设计 因为理念太前卫 投资太巨大 大部分都没有实现 1952年 印度总理尼赫鲁 邀请科布西耶为印度昌迪加尔市 做城市规划 科布西耶本想大展身手 但最终由于理念 投资等多种原因 它建立一座 现代主义城市的理想 并没有实现 乐科布西耶在他的著作 《光辉城市》里说 城市需要单一的 理性的规划 它特别赞赏罗马城市 和罗马军营的 总体排列逻辑 它认为 必须要从历史中 吸取经验 原来这才是 科布西耶灵感的源头 它的精神家园 来自古代的罗马 时间再次回到公元65年 由于皇帝尼赫鲁的残暴统治 元老院的某些议员策划刺杀尼赫鲁 另立新帝 但是在实施计划之前 有人向尼赫鲁告了密 这就是著名的皮索尼安谋法案 共查出了41名主谋 包括19名元老院议员 7名骑士阶层的官员 11名军官 以及4名女性 尼路大为震惊 他想不到有这么多人反对他 反对派里甚至包括 他一直敬重的老师 朝中最重要的大臣之一 塞涅卡 以及前执政官普罗塔斯 尼路很受刺激 后来他对身边的大臣 说过一句希腊名言 在我死后 大火吞噬世界 这和现今流传很广的一句话 在我死后 管他洪水滔天 有异曲同工之处 说明尼路这个人 充满了矛盾 一方面 他想建立一座天堂般的城市 让人们永远记住他 另一方面 他又只顾眼前的享乐 根本不在乎 罗马会变成什么样 尼路把反叛者的财产 通通成功继续罗马的修建 今天的史书并没有记载 尼路设想中的宏伟罗马是否建成了 但是在公元68年 罗马城中最重要的建筑 尼路金宫落成了 尼路金宫在今天只残留了小部分的遗址 但是考古学家可以通过多种科技手段 去复原金宫 那的确是一座了不起的宫殿 尼路金宫占地面积达到80公顷 主建筑是金宫大殿 包括了巨大的宴会厅 会客厅 温泉浴室 佩殿成为裴菲斯图斯大厅 它有一个巨大的可移动的天花板 能够进行各种表演 配点旁边有皇家庭院和花园 还有一个专门养珍禽益兽的动物园 尼路的青铜巨像面对着中央大道 巨像旁边是进行决斗式比赛的原型会场 主街的尽头是元老院与神庙 京宫后方有一座人工湖泊 湖里停着一艘超级战船 可以让尼路在船上进行战斗游戏 天堂罗马加深了人民对尼路的愤恨 尼路进攻刚刚落成没多久 高卢形成总督温德克斯率先起兵造反 紧接着西班牙形成总督阿尔巴 与卢西塔尼亚形成总督奥托起兵造反 大军很快进入了意大利 一路势如破竹 向罗马扑赖 时间来到1957年 巴西议会决定修建一个全新的首都巴西利亚 城市的总建筑师奥斯卡尼迈耶 深受勒科布西耶的影响 他要建筑一座现代主义的 极具形式感的城市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极端的城市设计实验 整个城市规划被称为飞行员计划 从设计图纸上就能明白这个名称的由来 因为看上去就像是一架飞机 城市的主轴是高速公路组成的机身和机翼 机翼两侧是住宅区 如果放大了看 里面都是由四边形的街区组成的 每个四边形的边长都是300米 机翼与机身的连接处是真正的城市中心 里面有政府大楼 国家大局院 国家图书馆和国家博物馆 称为文化综合体 机身部分是城市的标志性建筑 有三权广场 外交部大楼 总统府 最高联邦法院 还有街道尽头的国会大厦 从画面上就可以看出 城市中心的绿化带巨大无比 人要从一头走到另一头 要花大量的时间与精力 在巴西利亚生活 必须要有车 因为人很难靠走去任何地方 它是一个围绕着高速公路骨架建立的城市 在传统城市中 建筑物是主体结构 街道是从主体中分割出来的 巴西利亚正好反过来 它将开放空间作为主体 建筑成为空间的点缀 巴西利亚一建成 立刻引来了巨大的争议 世界各国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们 开始思考 人们到底需要一座什么样的城市 时间再次回到公元68年6月 起一叛军打出推翻皇帝 保护元老院与罗马人民的旗号 这个口号深得人心 叛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 已经攻到了罗马城下 尼路只能带着少许随从人员逃亡 然而当他们到港口的时候 驻守港口的士兵却拒绝让尼路登船 绝望之下 尼路只能返回罗马城 6月8日随从来报 说元老院已经将尼路列为国家公地 尼路只能选择自杀 他让亲信帮他握住剑 协助他自裁 尼路在死前说出了他的遗言 一个何等了不起的艺术家将因此而逝 他仍然认为建筑罗马是在修建天堂 岁月如梭 尼路修筑的罗马在逐渐改变 他的金工面积越来越小 金工后面的人工湖被填平 建成了新的罗马竞技场 2000多年过去了 因为地震和盗石贼的破坏 竞技场只剩下了残缺的部分 但它成为了罗马的中心 这个中心并不是规划出来的 而是人民选择的中心 尼路是位皇帝耽误的艺术家 如果他不是皇帝 他可能会成为古罗马最有名的诗人 歌手 舞台表演者 但可惜他生在了帝王之家 他不切实际的理想 与他的政治能力毫不相符 尼路的结局告诉后人 任何想在地表建立天堂的人 无不会给人间带来巨大的灾难 时间来到1961年 美国城市规划学家 简·雅各布斯 打响了反对勒科布希耶的第一枪 他在他的名著死城中 探讨了城市的核心意义 雅各布斯反对将城市 严格地划分出单一的功能区 他认为这是冰冷的机械的设计 功能区的划分会使街面上完全没有人气 人们经过的地方 大部分都是楼面 钢筋混凝土 走出很远 可能连个躲阴凉的地方都没有 雅各布斯也反对单一功能的市中心 大广场 他认为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 人民需要的不是一座封碑般的城市 街道才是城市生活的核心 什么是生活 街面上的便利店 杂货店 酒吧 餐馆 书店 理发店 这些小店才代表生活 小店代表着烟火器 烟火器是生活的热度 人们需要的是购物方便 看病方便 孩子上学方便 人们需要的是能够放松心情的小公园 街角绿地 城市是复杂的综合体 它的每个街区都应该是多样化的 带有多种功能 人们每一次联系都是微小的 但是街道上产生的所有联系的总和 加起来却是巨大的 正是这种公共联系网 加深了人们的相互理解和支持 如果没有对街道生活的依恋 居民就很难找到归属感 更谈不上对城市有什么感情 也别指望他们会对城市建设出力 论科布西耶和简雅各布斯 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 科布西耶认为 城市是由上至下的 需要规划者以上帝的视角进行规划 雅各布斯则认为 城市是由下而上的 城市是由历史文化商业需求 人民的需要而自发的形成的 城市不需要深度规划 城市是有生命的 城市自己会把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简雅各布斯的观点 一时激起千层望 对于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的发展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节目的最后 再来回答一下开始的问题 尼路为什么想建造一座天堂般的城市呢 因为那个城市并不是给老百姓用的 老百姓顶多就是沾一点光罢了 那座天堂只是幻影 它是统治者彰显其伟大 强迫人民对其俯首称臣的工具 有句古老的谚语说得好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天堂般的罗马是虚无的 而人命的罗马才是真实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别忘了关注老明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聊 咱们下期节目再来